主席我請胡局長 請胡局長 胡局長你好 委員好 我是桃園的立委 選出來的立委你知道 是 我想一早從那麼多個委員 都一直講到我們的機場捷運 我看你聽也聽了很多 這個雖然六度跳票 這個機場捷運 但是我們不能接受 我們機場低於合約 還有更改合約的內容來驗收 這你認同嗎 我認同 我想捷運 機場捷運這講了非常久 這十年了 那今天報紙上也有 我們對岸大陸 還說北京到台北新建高鐵 他們也有信心 也有能力 是不是說我們連一個小小的機場捷運都做不好 我想機場捷運不僅再有緊急煞車 而且聽說在一公里 有這麼長的距離 還有我們的滑軌 還有我們的刺激的材料 所以說這個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系統穩定之後 我們才能驗收 你覺得是應該要搶時間 六月底通車還是我剛才講的這兩個 一個安全無慮 還有一個在系統 有沒有穩定之下我們才讓他通車 在高鐵局跟交通部立場 一定是安全穩定 還有系統穩定 對不對 所以說你一直講說 我六月底一定能通車 我覺得 以我看這種時程 看你們這種狀況 我建議你 就不要再開這個支票 報委員 我沒有講六月底能通車 我今天是說 六月底能夠完成 我們號制裡面的提速的檢討 好 那大家都在逼你問時間 說什麼時候通車 我覺得 剛才就像我們講的 一個安全無慮 還有一個系統穩定之後 安全和系統是最重要的 人民生命的財產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 我特別在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想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既然講到我們這個高鐵 我們三一線是不是有接到我們巴德 你知道嗎 有 你知道我85年在做什麼嗎 我85年在巴德 那時候還是四 當公所秘書 那時候代表公所去開會 經過了現在已經105年 20年了 只聞樓梯想不看人 沒有人下樓 光打雷不下雨 我今天看到那個 你的那個報告書裡面 你連這一段你都還沒拉進去 你還沒有核定 這個講了20年 大家都很期盼說 我們接到 我們新北市到台北 有沒有 一個三英捷運線 到現在有沒有 你根本20年 你只講而已 根本都沒有做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這個 因為這部分的這個 這個規劃是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做 是不是麻煩 台北市捷運局 需要你請說話 是委員你好 有關於三英線 因為它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從土城 到三英的這一部分 已經就是行政院已經核定了 新北市政府會來執行 第二階段的也已經完成可行性 評估報告 我們會再提報到中央 大概要多久啊 你這個可行性評估報告 現在才完成到現在 我剛才講了二十年了 也跟委員報告 因為 他的第二階段 會接到 巴德這邊 也是屬於桃園捷運綠線的第二階段 所以變成說 兩頭都要 都要能夠成就 先接起來是不是 對 是的 所以這部分我們會再 把可行性評估報告 二十年前 你知道我的觀念是什麼 我在想 我們這個政府 真的很有效力 而且非常進步 有捷運可以到巴德 那時候巴德才剛剛升市 他84年1月1號升市 你們85年來開這個會有沒有 在我們的社區活動中 我覺得我代表公署去參加 我覺得我心裡在想說 我們這個國家真的非常的進步 有捷運這個有沒有系統 可以到我們這個巴德 我想巴德那時候才剛升市 並不是一個像現在一個都市型的 一個鄉村 那現在經過二十年 你這個可行性評估才剛通過 你有沒有覺得你太慢了 做事情太慢了 我覺得交通部 雖然非常龐大 可是他分得非常細 我剛要了一個資料 馬上就給我 但是你們在實際操作 或者在規劃的時間過於久 有沒有 好像就像我們機場前運 表示我讓我看的認為 你們不是專業的 做這種捷運 做工程 好像不是專業 而且拖那麼久 我覺得這個要檢討 而且速度要快一點 好吧 是 好 請坐 再講到我們機場 我們林局長 還有我們林董事長 部長你就休息吧 從早上站到現在 我看你很累的樣子 先問別人 那先問林局長 那先問林局長 局長 國際機場協會 評比我們桃園是第二 是 機場董事長 那個2500萬 2500萬人 還有到4000萬人 那個層級 那個級數 是 那我們是第二名 這個可喜可賀 但這個是 大概是問題抽樣的部分 但是實際上 好像並不是如此 比如說天花板漏水 廁所淹水 後繼室淹水等等 還有我們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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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淤泥嘛 還有我們南跑道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駁油塊有沒有 破損有沒有 導致機身損壞 這個種種的問題 這個安全 非常重要 我很多個機師朋友 在開玩笑 趙委員跟你講一件事情 當交通委員 這個我們每次降落的時候 那個 有的乘客可能就沒有聽到說 我們桃園機場已經到了 但是 一降落的時候 發現 發現非常顛簸 還有我們滑行道 有沒有 不穩 這個 飛機不穩 顛簸的時候 就知道桃園到了 我想這個是笑話對不對 你認為呢 有這麼嚴重嗎 報告委員 這個笑話是過去式 那以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整個倒面整件計畫 一共是94億 那我們初步呢 為了爭取在農曆過年 都有雙跑道營運 所以我們當時五年前的策略呢 就是 南跑道 北跑道 分別用十個多月 那這個已經完成了 但是當時也是為了要維持 那個雙跑道營運 在農曆過年 所以我們當時的策略呢 就是滑行到 屬於第三階段要做 等於第一階段做南跑道的 那個整個整件 他是軟面的嘛對不對 軟面的嘛對不對 然後那個 現在正在進行做滑行道 那當然那個 那個照片出來 事實上 那照片出來的同時 剛才我們葉委員有拿出來嗎 我們已經發包 就這個北邊的NC跟NP滑行道 大概將近一千公尺的部分 現在都已經發包真的施工 其實 其實滑行道這個 那個泥漿的問題 我覺得還不是很嚴重 頂多 就可能是引擎啊 有沒有 污泥啊 污損 但是你的南跑道的那個 柏油路面破損 導致飛機損壞 我想你 很多節目你也看過嘛 那個 跑道上有任何異物啊 我想飛機在起飛之前都會檢查 任何一個都會檢查 那有異物啊 尤其你們這種軟面的有沒有 不要露面有沒有 造成會造成飛機損壞 這個是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 不是我們抽樣問這個 我們這個民眾 對我們的機場的感覺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軟硬體設備 要非常要加強 要做得非常好 謝謝委員再次提示 安全是最重要 不是我要得到那個第二名 有沒有 讓人家來填表 你覺得我們這個中任機場好不好啊 對不對 那我們只能 我們好像很厲害 贏了印度兩個機場 新德里還夢 夢買那個機場是不是 那還跟 二三名跟我們的那個 我們大陸的那個 上海機場 紅橋機場並列有沒有 今天不是要 我們要這個成績 我們並不是要這個成績 我們要安全 那民眾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 這個我們的桃園機場 是非常好的機場 軟硬體設備是非常好 這個 柏油龜裂 造成機身損壞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請要改進一下 是我們還是會一定會 持續用安全做最高的目標 那我請教我們的那個 剛才講到說 顛簿 工作人員 趙局長 上班了 局長 是 你那個臺四線 清明節快到了對不對 是 下個月到 如果是每年這個時候 我們臺四線有沒有 是非常平整的 我當上立委之後 有一天我覺得講公 兩個講公託夢給我 說啊 我當立委之後 一定要替他們講話 我說好 什麼事情 我們臺四線以前 只有國道一的時候 還沒有國道二 沒有 不是 還沒有我們國道三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 各個高官總統 或任何行政院長 像你們這些高官 要到 慈福基業林 一定是 從南侃交流道 國道一 有沒有 到我們借收入 到大席 現在有國道三 北二高之後 你們就直接下大席交流道 直接到我們那個慈福基業林 沒有經過我們的臺四線 這個臺四線 真的 十年才鋪一次 我當議員當了世界 每次為了這個東西 因為我是議員 部長 你們這個屬於中央級的 我們這個議員也管不到 也有辦過會刊 這個真的是路面 真的非常的不平 我想 還有我們的導標有沒有 大概一二十年沒有換過 那個導標是要幹什麼的 報委員 那導標已經在處理了 對 我就問你要幹什麼 你現在答覆我 在 增加那個 車輛變視 對 變視的反光嘛對不對 是 你看那個都快二十年了 哪一個有反過光 被車撞壞的 那個導標也沒有修 中央分隔島坐那邊 雜草應該是種人形樹嘛 對不對 我們的行道樹 或是那種專門的那種樹嘛 對不對 你們是種雜草 雜草還算了 也沒有人去清過 是我講過之後 我當前講過之後 現在才有人去清 我想導標全部都要更換 那中央分隔島要把它做好 那個要把我們的路面整個整修好 讓用路人 我想今天 部長來講 我們A1 這車禍 死亡人數 越來越少 我跟你講 你這個公路 你尤其你這個 我跟你講 現在 你可能不曉得 趙局長 現在的 那個縣市 對他們自己的道路 非常保養的非常好 加封的非常的確實 而且各鄉鎮的市區道路 也做得非常好 反而 反而是你這個公路段的 做得非常的不好 好 你說我們的自來水公司 因為要換牽管 要換新管 才挖壞了 要挖路 造成回田不死 你們要去督導 我想一條路 從來沒有平過 你多久沒有鋪借壽路 我先跟你講 借壽路二段開始 巴德借壽路二段 到大西借壽路 全部都要重鋪 這個借壽路 巴德借壽路一段 那個之前有鋪過 你知道我一個朋友 我們鄰居 他跑來找我 他跟我講 他搬來十幾年 第一次看過 借壽路是有鋪的 要趕快 要趕快加強一下 謝謝趙正宇委員 那我們接下來請 江啟臣委員質詢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